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根據道爾吞的原子說 下列敘述核子錯誤 我們看A群下 化物是由不同原子以固定的比例組成的 比如說水 這個水的原子數 他的比例是2比1 這個對 這個是 道爾吞的那個 下列敘述核子錯誤 這個是對的 再我們看A群下 相同元素的原子 其原子質量與大小均相同 這個對 相同原子的話 他要具有相同的大小跟 相同的那個 質量 再我們看C選項 一切物質由原子組成這個對 而這種粒子不能再被分割 這個也對 我們看 這是道爾吞的那個原子說 化學反應 是原子的重新拍的這個對 在反應的過程中 原子會改變他的質量及特性 這個錯誤 在反應的時候 那個原子 他的質量 跟什麼呢 跟大小都不會變 所以這是錯誤 所以原子說的話 只有這三個 這個不是原子說的內容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D 才會選VE 謝謝你 频道